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摆忙之中 抽出一点时间了 因为什么呢 我有个官司在15天上诉 二审上诉 必须要写上诉 我请个律师他水平不行 结果叫人在框了 所以我得自己写 所以我在这里我的压力很大 我还要打官司 二审来讲 就跟台商一个奸商打官司 法院来讲来打官司 这个官司 我将来我要作为一个案例 作为一个典型案例 咱们西方法律体系 海洋体系 它是讲究的 案例法的 我这里今天做一个引言 一个开展卖 因为我惦记着跟大家讲一个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方法 因为台湾看到军演 还有武统架势已经心里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心里那么坦然 心里那么不平静 就像深深的大海一样 对吧 为何不平静呢 因为你不知道将来的路在哪 路在何方 蔡英文呢 他把你们将来能带到什么地方去 我觉得蔡英文呢 心里没有底 马云九人说呢 开战即绝 即中战 因为现在是什么呢 现在两个关系叫Civil War 本来自70年来呀 1949年到现在呀 都是处在一个维持现状 是什么现状 现状就是Civil War 这个Situation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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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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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下,我就是给大家来讲这个道理, 特别是给咱们聪明的台湾人, 这个老人,我已经73岁了, 我要给我的这些兄弟姊妹,父老相亲谈一下我的想法。 我走的路就是中国台湾人走的路, 所以我把我的路告诉台湾人,这是一条路, 选择这个机遇,现在就是最好的机遇, 原来有一句话叫做,学习永远都不管, 另外呢,这个的朝闻道西科死, 早上听说了,这个大海讲这个道理, 晚上可以死,因为说我放心了, 不是我的辈子怎么样, 是我的儿女这个路将来怎么走都放心了, 大海呢,今天就给你们,大家放心了, 叫一念之差,解明道悬, 大师级的人物啊,就是要解明道悬, 而不是在那边瞎话, 那个李登辉呢,是台独的一个工作者, 是个台独的教父, 但是他呢,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华民国的掘墓人, 他是给中华民国挖坑了,挖死坑了, 所以说你们今天给他纪念, 纪念给他送在台湾的军事墓地, 那都是高台他了, 他最好是要见到日本金国神社去, 对吧,他看他进得去,进不去, 而我今天呢,让这个引言呢, 就介绍一下,介绍一下我呢, 就是百忙当中, 我还在店里的2300万台湾人, 往哪里去,心里怎么, 现在心里怎么能吃得下定心完, 我把这个录音录上啊,好,开始了, 这这样子呢,我那个效果呢,不太好, 我如果做的一个什么东西呢, 做的那个, 呃,做的视频呢, 没有那个很多那个专业做的好, 啊,那个, 但是这个不影响我的说话的质量, 对吧, 这个将心比心呢, 主要是关键于在于交心, 啊,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林, 就是我在这里大海, 中国,中国台湾人,啊, 中华英国台湾生人离大海, 啊,现在在美国在这等你们呢, 对吧, 就是告诉你,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林, 我在这里等你们呢,啊, 就是,呃, 趁着我啊, 还有生之年,啊, 我们到这里来聚一聚, 来谈谈怎么样呢, make American greater again, 对吧, 我们一起来, 对吧, let me, 对吧, with the people, 在美国呢, 共建家园, 啊,我这个今天讲的呢, 大家, 我这先抛一个影子,啊, 我给大家听了我这个今天的话, 讲话呢, 大家一定能够, 比吃,比吃那个什么, 过年的饭都要, 都要痛快,啊,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心有成竹,啊, 我也是在帮着特朗普啊, 在拉水票, 特朗普这个人呢, 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他愿意与那个传统观念做决裂, 所以呢, 我就选择他, 是吧, 那个拜登呢, 他是民主党, 他总是强调意识形态, 民主党呢, 就跟民进党是一样的, 强调这个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有什么呢, 啊, 意识形态这个斗争, 啊, 这个是民进党实际上是搞社会主义的, 对吧, 就像那个, 就像民主党, 台湾民主党是, 哎, 中国, 美国民主党是搞社会主义的, 啊, 另外呢, 是搞这个平权的, 对吧, 消灭种族歧视啊, 消灭那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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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贫困人口啊, 啊, 消灭这个, 他总之他的理念, 啊, 千条万绪, 归根到底一句话, 社会主义, 美国, 就是建设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美国, 特朗普呢, 是建设有, 啊, 罗马帝国特色, 啊, 叫霸权主义的, 垄断资本主义的, 美国强权征政, 但是现在力不从心了呀, 但是他是搞经济的, 他真正来讲呢, 他不想打仗, 他这个先的胡大胡为呢, 那个这个这个打仗呢, 他这个实际上不是他的强项, 他真正的强项, 如果在连任的话呢, 他才能暴露出来, 所以呢, 他前四年呢, 他是个叫板, 啊, 在这个叫做前戏, 啊, 就是真正的来讲呢, 要经济搞建齐功呢, 是在后, 这二零二零一年到二零二四年, 这个期间呢, 要拿出政绩来, 拿出建设美国的, 美国, American great again, 就拿出东西来, 我给他提了个建议, 叫做拼经济, 就以经济, 美国的实体经济建设为中心, 拿人产, 拼经济的核心力呢, 是在于生产力, 解放生产力的最终结果, 是要有人产, 生产力的最重要第一要素, 是人产和科技, 啊, 谁具有科技, 谁具有这个实体经济的人产呢, China,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帮助美国建设这个实体经济的人, 日本行不行, No, 韩国行不行, 不够体量, 对吧, 俄罗斯行不行, 自己自身难保, 英国行不行, 英国现在自己搞的一塌风筒, 法国行不行, 德国行不行, 都不够体量, Only one, Only you, 就是这个意思, 对吧, You rest me up, 那么只有中国, 啊, 才是解决美国这个, 这个现代化的一个, 我们不叫伙伴吧, 叫做对手, 竞争对手, 这个两个人是个冤家来的, 中美两个人呢, 有几千年呢, 从那个英, 就上英就开始, 就是印第安就来, 这个中度扶桑就来到了美国, 然后美营, 每个, 几乎每个朝代都有人到美国来, 有的学习啊, 或者有的是修铁路啊, 中国人来美国是搞建设的, 而不是来坐享其成的, 不是像南美的和其他人到这里来, 我享受你这个待遇的, 所以我们记住啊, 这个人才的素质啊, 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的一个标准, 印度啊, 他为什么, 有些高软件的到了美国来呢, 因为他觉得印度在印度发展呢, 那个那个中, 那个印度的发展太混乱, 发展不起来, 而美国这个地方的这个条件还比较好, 而中国大陆呢, 因为那个意识形态了, 这是中国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问题, 美国呢又不太, 啊, 这个门呢, 那就怕那个大陆的人都进来, 都到了美国都加入了那个民主党, 啊, 那然后这样呢, 这个呢, 共和党呢就是, 共和党是强调白人, 啊, 强调特权, 强调欧洲人的那个正统性, 叫什么那个, 那个什么教来的, 那个那个那个正统性, 啊, 主流性, 主流意识, 啊, 所以在美国来讲呢, 它主流意识呢, 就是欧洲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什么教派, 教皇教派, 那个那个呢, 那我现在忘了, 年纪大, 啊, 这个, 啊, 再过两天, 我和拜登和那个特朗普一样, 脑子就昏了, 一年不如一年了, 啊, 但我今天呢, 啊, 讲一讲, 决策, 我现在呢, 就给台湾人民去推荐一条路, 这条路呢, 就是你们给你们流出一条滑中道, 啊, 这个, 这个, 这个底线, 啊, 什么叫做底线思维呢, 我今天就给你一个底线思维, 等到台湾那个什么, 统一了之后呢, 啊, 你心里呢, 也不要, 啊, 不平衡, 因为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台湾, 你要台湾人, 你要是不愿意做中华民国的台湾人, 那你就做西, 那个, 你就到, 你就只有一条路, 对不对, 要么死路一条, 你就拿起武器来和这个大陆去拼, 要么你就, 叫做, 做中华民国台湾难民, 然后呢, 根据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 这个桥, 这是大陆的一座桥, 这跨越太平洋, 啊, 从彼岸到此, 此岸到彼岸的一个, 一个桥, 这个桥呢, 就可以让台湾人呢, 能够去搭个便车, 啊, 成为美国的一个特殊公民, 我们不是, 不一定你是拿的美国绿卡, 也不一定是拿的美国公民, 但是它是特殊, 啊, 特殊移民, 特殊难民, 这是因为有国际国, 那什么台湾关系法, 这个叫做法律嘛, 你要立, 充分利用美国的国内法, 它是国内法, 它把你台湾人是看中美国的国内法的人了, 菲律宾, 和, 和那个, 夏威夷, 这两个人都是, 原来都是殖民地那个, 那个统治, 然后, 这个地区要自决, 你要是, 那个哪呢, 那个, 夏威夷的人呢, 就自决表示, 我加入美利坚合同国, 成为他在第五十个州, 菲律宾呢, 叫我要独立, 现在台湾, 中华民国台湾, 李登辉就给选择这个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独立的道路, 我说, 独立不可能, 从那个李登辉搞到现在搞到死, 台湾不可以成为另外一个独立的国家, 因为台湾没有主权, 台湾的主权在, 是中华民国的主权, 是中华民国的政府的一个省叫Provice, 是中华民国台湾省, 这个定位是, 台湾省原来, 蒋介石曾经代表过中华民国, 是因为在南京的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叫做中华民国政府, 南京政府, 中华民国台北政府, 已经没失去了, 还有, 这个就是说, 到了1971年, 已经完全彻底的失去了, 代表中华民国的权力了, 主权了, 他在1949年的时候, 是大部分, 失去了大部分土地, 但是在联合国还享受着, 中华民国这个代表权, 政府的代表权, 这个, 这个呢, 这个呢, 然后呢, 在1971年呢, 这个代表权呢, 就被法律上否决了, 失效了, 作废了, 失效性没有了, 法律再也没有追溯性了, 所以台湾呢, 从1971年, 49年前, 就根本没有, 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的, 任何一点点的权力, 所以说, 现在呢, 两岸呢, 没有, 没有统一的原因呢,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然后, 没顾着上来搜这个, 搜你这个烂摊子, 台湾这个烂摊子, 就因为这个放了你一码, 希望你呢, 认识自己的定位, 你搞清楚你自己台湾人的定位是什么, 但是呢, 人都不会自己推出历史舞台的, 哨子不到, 灰尘照例不会自己逃掉, 苏正汤他说用哨法来对抗大陆的军舰武器, 那都是扯淡的事, 所以说呢, 那都是害国害民的, 祸国殃民的事情, 你法律上的东西你解决不了, 战场上又得不到, 那你什么呢, 你那嘴巴上, 你用谈判, 你在台湾立法院里的好两声, 就可以解决了吗, 那叫化饼从鸡, 掩耳盗铃, 指鹿为马, 你把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个国家, 这叫指鹿为马, 这不存在的事情, 不存在的东西, 在法律上没有定位, 没有定格, 没有哪个国家承认你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个国家, 这就是承认是 国际法的一个基本原则, 一个程序, 你没有这个东西, 就像你没有台湾那个身份证, 对吧, 你没有那个户股登记, 你没有在台湾那个户籍登记科, 对吧, 就发那个公安区那个在大陆叫做公安, 你没有去报户口, 你哪来的权力你是一个台湾人呢, 你就没有身份嘛, 你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不成嘛, 所以这个事情来讲, 就是没有这个是扶贫来的, 台湾是有国家那是扶贫, 台湾这个定位, 地地道就准确的定位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省, 问题是在于谁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呢, 不是台湾当局, 不是选中了蔡英文, 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这个问题啊, 你想不通, 法律上是这么定的, 想不通很多东西呢, 世界舞台上它就是这样子的, 你想不通, 你说这块土地是你的, 你拿出证据来, 历史的证据和现在的国际法的证据, 没有这个证据, 那就没有发言权, 所以你要用台湾人们两千三百万人的血来染成发言权, 那是染不着, 你和十四亿人比你两千三百万人算什么, 那过去那叫战争呢, 那个蒙古战争也好, 什么战争呢, 那个经过那个大清帝国战争, 那叫屠城南京战役, 或者南京那个大屠杀, 所以呢, 我们不要把自己呢, 就是, 李登辉是一个掘墓人, 是中华民国的掘墓人, 但是你给台湾那个狗言参喘这个几十年的时间, 是好事还是坏事, 但是至少来讲, 用这个教育来讲, 把那个几代台湾人呢, 脑子里洗脑了, 脑子坏了, 脑子进水了, 不知道自己是这个主动, 这个主动是什么了, 我今天呢, 这个事情呢, 就谈到这里, 过多的批判没必要,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认识标准 李登辉就是那么一个人 他的历史定位 他现在你看着蔡英文还在定位他 但是将来蔡英文的命运是和他一样的 他除非他听着我的话 这个放下屠刀回头是岸立地成佛 他否则的话下场将来不会好 蒋介石的下场要比李登辉要好得多 对吧 因为民族认为呢 他是一个支持国家一个国家一个统一的 所以呢 他保护了那个国家 李登辉认为在联合国家 一直到1971年 他都坚持一个原则 中国就叫中华民国 因为中华民国就是中国 这是李登辉 这是致死不变的一个道理 至于蒋经国来讲呢 开放他说要中华民国本土化 要落地生根 这个也没什么坏处 但是你不能忘记啊 这整个一个主体 大的主体 你说台湾没主体 你这样子慢慢 就把自己台湾人的 就 夜狼自大等吧 你认为自己台湾 是台湾人的台湾 这就错了 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台湾 台湾是中国人民的台湾 台湾是中国的主权的台湾 所以呢 大陆有些学者提出 留岛不留人 这个是有道理的 你不愿意做中国人 那你就请你走开 这个走有两种走 一种呢 就是抵抗 用个哨子挑拔来抵抗大陆 你来占领驻军 进驻 因为不驻军就不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 行使主权了 行使中华民国的主权了 台湾的军队已经不具有 中华民国的代表性了 所以叫台军 台军相当于武警 相当于地方武装 相当于美国的州的警察 State的这个警察 这个警察来讲 只管内部事务 但是在主权问题上 按照战争法 我们讲 这个战争法来讲 就是Civil War 中华人民国出军 解放军 解放台湾 完全合理 美国没有权利干涉中国内政 这个是解放台湾 是中国的内政 是结束内战 代表联合国宪当的中华民国 收回台湾 它叛国了 台湾现在叫做叛国集团 定位叫叛国集团 因为它背叛了中华民国 是一个完全的组成 独立的国家的整体 它是一个分裂国家 因为特朗普认为美国是一个 昨天那个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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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登辉就是一个分裂中华民国的总统 陈英文是个分裂国家的总统 李登辉 陈水扁 但是都是 Divite ROC 就是Republic of China的一个 President 所以呢 他们是一个叛国者 叛国集团 叛国的匪首 匪首 这样的一个定位来讲呢 我觉得呢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从法律上的角度上来分析 它的关系 它处在什么法律定位 对吧 它法律定位呢 按照法律来讲 它就是一个背叛中华民国的罪亏祸首 我们老百姓无罪呢 就是无知者无罪 受蒙蔽者无罪 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是被受蒙蔽的无罪 有点热了啊 我这个帽子呢 是特朗普这个竞选的帽子 所以戴着一下 我这个头呢 是我自己剪的 因为我现在出不去 我自己剪的头 一个人呢 我这样 把它剪了 虽然不整情 我怕大家觉得笑话我这个头 这个形象不好 一面子不好 我个人形象不好 好在呢 我已经没有 我已经结婚这么多年了 没有人看得上我 我也就 因为我有个糟糠夫妻 不下糖 那就行了 我这个家 天文之论还可以 然后呢 我们再来谈今天的事情啊 今天的事情 我们谈怎么安排 将来未来啊 未来这个这个事情怎么安排 一个呢 蔡英文这些是死硬的 死不悔改的台独派 他如果愿意与台湾这个交土共存吧 他就跟解放军就拼到死 他就战死沙场 这个是可以值得尊敬的 就因为你忠实信仰 但是我劝老百姓呢 民进党的一般的民众受蒙蔽着呢 要跟他划清界限 我们不走这条路 你虽然对共产党有很多的意见 你不愿意留下来共同建设台湾了 你说台湾这个一下子被污染了 那你就走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从哪走呢 东东湖上 余空一山 八仙过海 各显其能 好不好呢 有一句话 树挪死 人挪活 移民什么时候都不管 就是东东湖上 任何时候都不管 我是六十岁啊 退休以后 二零零七年啊 离开大陆 到了美国 我到了美国的 第二个月 就登上了马里兰大学的 那个大礼堂的讲堂 就登上了 那个 全球华人反读出统大会的讲堂 我就发表了一篇 惊天骇论 我说一国两制在台湾不可行不通 要同心同国 共建家园 我这个话 我这个话当时呢 那个美国国际战队之后 那个CSIS 这个国际战队 这个格莱伊 格莱伊那个女士啊 就在那儿上 她听着目瞪口呆啊 那些国台办的人都在那上面 李维一啊 还有周志怀啊 还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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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叫叫叫叫叫叫什么人 那个 中原子都在上面 听着我在那儿 我是第三个发言 我是自由发言的时候 第三个发言 我说一国两制一定不可能在台湾行得住 因为台湾不是香港 台湾是中华民国台湾省 你这个台湾 中华民国的问题没解决 你台湾问题就 你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代表中国 那你就会把文言区域 你就把这个问题的解决矛盾的 就没找到这个解决台湾的no key no how 就没找到key 这个这个钥匙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这个钥匙就不对 和平统一要建立在中占的和平协议的计算 你没有和平统一 你没有这个和平的协议 你就说和平统一 那不是指屁吹灯吗 那是说的屁话来的吗 你没有台湾没有接收你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没有接收啊 台湾没有接收要用什么阶段的战争 还是法律 你就这么像嘴巴来就要让人接收 那你邓小平也是 你经过商场打了那么多年 一辈子上你都不知道这是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你在台湾桌上你永远也得不到吗 我这个时候就在2007年11月8号在马里兰大学那个论坛上我就这么讲的 这个讲的呢 叫做政经四座 郭振远啊 还有很多台湾的一些统派的一些人也都在那上面 我在那但是我当时的理论技术没这么现在这么清楚 因为我那个时候叫做我刚来的刚来美国 但是一鸣惊人啊 对吧 到美国来因为有一个最好的条件呢 美国人可以言论自由啊 这种自由就是说我可以挑战政府挑战权威挑战政策 挑战中国也可以挑战美国的总统 这个是我的一个一个一个思想解放 这个真是一个自由 H3啊 这个东西你在台湾那种都没有这种自由 台湾那种自由就是顺子者昌逆子者 顺着蔡英文的就昌逆子蔡英文的就昌 这个台湾的民主从来都是假民主 我为什么说台湾的民主呢不好 但是台湾有个好的东西就叫做中华民国的五权宪法 五权宪法那好的东西呢 我觉得呢就是一个多一个 除了立法院司法立法院啊行政院司法院还有两个 一个叫做考试院一个叫做经常院考试院呢就解决 选用干部的标准的选用官员的你要经过考试 可是我们现在经过民选啊经过议会这种 这个事情不不完全对啊 我觉得孙中山那个你们回去看一看那个 孙中山讲的五权宪法的时候 那个讲那个制服那个扣子讲的非常精彩 在当时呢1911年那个时候的时代呢 能够讲出这个五权宪法的那么讲的那么深刻 至少来讲超越了时代五十年五十年左右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的时候都没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搞清楚五权宪法的好处在哪里 而中华一个建政以后 蒋介石的建政以后呢逐渐的把五权宪法给丢掉了 监察院就是纪律检查委员会 就是政策检查委员会 就是我检查你的干部 你这个政绩有没有作假 有没有啊 在哪里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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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失误 你有没有越权 有没有不作为 就是职权法 但是我觉得台湾呢这点呢做的不到位 以后呢 治理台湾统一了以后呢 台湾的新新三民主义的时候和五权宪法的时候要改一改 新三民主义也要改一改 我们不能搞民族主义要搞民族共和主义 民族要共和 人民要共和 国家要和其他全世界都要共和 要走全球化的道路 这叫共和主义 共和党也是这么一个要搞经济 共和党就是要搞经济 台湾将来也是要搞经济 民进党那是搞政治 社会共产党也是搞政治 搞阶级斗争 民进党也是搞阶级斗争 搞权力斗争 这个实在是不好 你把一个形成一个制度呢 就叫做流程管理进入流程管理 一个国家进入一个法制化管理 那个就叫做法制化了 而不要全力斗争 一天到晚派系斗争 派姓斗争 就和文化大革命一样 台湾的文化 现在搞的就是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所以文化大革命是从哪开始 非出高考 非出公正的选拔干部 而且只看出身 只看工农兵出身 就可以当干部 这个叫做学统论 这个在台湾好在还 好在这一点还不是太特别强 在美国 人人可以做皇帝 对吧 人人可以选择总统 这个呢 在美国呢 有什么意思 就是孙中山说话 就叫 让四万万人民做皇帝 但是这里 就是说 在美国呢 人人有做 通过选举 可以一步登天 成为这个 国家总统 总统的一个权力 但是 中国不行 特别大陆也不行 大陆要层层选拔 自上而来 一层一层的考 一层一层的经历 台湾行不行 那要看台湾将来 这个制度改不改 台湾能不能够实行一种 全那个 这个孙中山那个立法的一个 形式 那个 法制化国家 还有民主 考核性 一定要有速度 一定要 你这个不但有德 还要有 不但有 一定还要有智能 你的智慧 你的知识水准是如何 要经过考试才能考出来啊 你的道德 你的执政能力 你的施政能力 你的实践能力 你的实践能力 还有群众工作能力 组织会议的能力 要经过 要经过 是罗子赤马 要检验一下 经过老百姓的检验 还有专门部门的检验 而不是在你 在你那个 那个选举场合 你忽悠一下 那是 那是演戏呢 那真的叫演员来表演 这个 每个演员来做这个 这个这个市场 在这个公园就好了 因为 毕竟不是演员嘛 我们是要你干 让你干活 让你当官不为民作主 不如回家卖红薯 是让你来给老百姓服务 来做事情 你不会做事 你只会吃饭 你只会 因此舞弊 就像蔡英文一样的 用公权力为自己 私人权力 和私人小权 签字的人谋私 以前谋私 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共和国的打击 所以说 我们说 要改革 要革命 孙中山说革命省位成功了 我们中华民国的革命上 那种 同志应期努力 就是说 我们这些后来人 现在反帝 反封建 反台独 反这种 这个假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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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假这个政客 反这个 李登辉 反蔡英文 反这个 陈志远这些 一小撮人 唯利是图 以权谋私的 这个 这个斗 这个斗动很远远的 有结束 所以台湾的民主 不是什么 亚洲的灯塔 而是亚洲的垃圾 我们不 这个不说了 你是垃圾是吗 将来你到美国来 你看看美国 美国当然也不好 你看从这个 选举 能够选举出来 特朗普这样的一个 传奇式的 这个 唐吉克德式的人物 也都是一个 精彩了 所以说 任何现在世界上 没有真正的 完整的民主 就要靠我们来创造 我就提出一个 创造的方法 在台湾四点 就是四点的 中华民国的五权限 吧 重新改革 重新来过 第一个是民和主义 第二个是民心 要创新 我们就要 未来的台湾人 中华民国台湾 包括中华人民公共和国政府 来创造一个 特区 创造一个新台湾 是五权限法 新台湾 就进去考试 来选官员 我废除这种 一下 一红而上的 那种投票 废除 这种选官方法 实在是不好 三参政 原住民 原住民 原来的 台湾经历父母的老居民 三分之一 新的年轻的 三分之一 还有一个大陆来的 三分之一 大陆背景 因为台湾是整个全中国人民的 所以要有大陆来的 因为到那个时候已经腾龙换鸟了 该走的就走了 不愿意做中国人的已经走了 要有大量的人民 就像两湖两广田四川 原来四川给人杀绝的 对吧 那个时候把那个四川人都杀完了 我们现在不杀台湾人 争取呢 是 少留学 对吧 不行了就走 走的话呢 都有好处 走的人高兴 留下的人呢 也纯洁 大家一起来死金他地 就跟着这个 中华民国走了 跟着中华民国代表中国就走了 看你将来能把台湾建设成什么样子 对吧 我们就走 你不愿意了 你想办法 千万买人民 你走就是了 你叛逃也好 叛国也好 到时候 那时候 我们不 你有你 舍有舍到 舍有舍到 舍与 农夫 来谈这个 这个事情就是 因为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 全球化的程度 最全球化的程度是哪一年 看 四五百年前 1400年 这个 这个 由那个 西班牙葡萄牙 就是 我们那个 这个 安东尼奥普特莱斯就是那个 秘书长就是 葡萄牙人 他们开启了一个 全球化 这个 这个路线 就是开拓一个新的路线 我为什么今天来谈这个呢 麦克林 叫探险家呢 我们现在的新台湾人 中华民国台湾人不愿意在台湾呢 也是探险家 也是 去 踏上这条 东渡福山的路 去走出一条 啊 同行同国 共同建设美国家园的路 你在美国 是个广阔的天地 可以建设 在这里可以建设 中华民国台湾 人的台湾 在这里实现你们台独的梦想 这个呢 It's free 这个是 这个是 可能会实现的 你在美国寻找台湾梦 可能会实现 但你在中国 台湾是不可能实现 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不是台湾人的台湾 你胳膊拧不过大腿 所以呢 这条路呢 我们把这个力量 和前途跟大家说明了 你信 就信 信者横信 不信者就不信 我这里不是搞的宗教 我是告诉你 我是这么实践过来 啊 我这实践之后 我不是骗子 啊 我说在大陆来讲 我就立心求真 everything is true 啊 mysay said something everything is true 我讲的都是真话 这个历史可以检验我啊 这个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就我这个人都快到死的程度了 我跟台湾人说话 还说假话吗 我就说的话信不信 将来你们去 你们来 来了以后 你们可以来看看我呀 这个人在这里 是不是有在这个美国的最高楼 是不是面对着白宫 是不是面对着大海 啊 那你们可以来检验我啊 我在这里不走 我也没有说 路也会 我原来还想啊 这个我将来 在台湾做一个做一届人民公仆 将来我死了之后 我埋在台湾的那个叫做 叫做 叫做 那叫叫酒 酒 nen叫酒 我在那还种了一棵梅花树,因为我老婆叫梅鹰, 所以我就种了一棵梅花树,和旅行团的导游一起种的。 我浇了水,我说希望他能够帮助我,照顾照顾,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我走了,以后走了,我在台湾把根留住了。 我也没有那个机会做人民公衆的机会了,我也没那个能力。 但是我现在就是用我现在的行动做人民公衆,为人民服务, Service as Taiwan people,Taiwanese people,对不对? 我现在就是在给台湾人民服务。 所以说我在这里就是人寿几何,对吧? 这个东西,我能活几天了,我还能活几天,我再能活, 这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我已经到了黄昏了, 到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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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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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将朽木啊。 我说的话,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 这个机会呢,我觉得呢,改变,机遇改变命运。 现在的机会多好啊,危机也是转机啊。 现在台湾是个危机啊,你现在要,台湾人要是移民美国, 现在是绿灯,等到以后你大家,大陆统一了以后, 你统一了十年,五年以后,你再想移民,那叫红灯了。 因为,到那个时候,他把你台湾人看成是等同于中国大陆人。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你现在是打的,打的灯笼,灯笼也找不到的一个,台美合作的最好机会。 你就借着这个机会,啊,顺杆爬过来,对吧,顺着台湾关系法。 到那个时候,台湾关系法作废了,没有台湾关系法了, 你再不是美国人了,你现在按照台湾关系法,你可以成为美国的难民了。 那中华民国的难民,你可以成为,因此,顺着这个杆往上爬,你可以成为美国人。 这个叫做什么呢?logical,这是逻辑。 这是一个投机取巧的逻辑。 中国大陆人想要拿到美国的立场,it's difficult,非常困难的。 对吧?你现在台湾人,那得要有高学历文凭,你要做出非常杰出优秀的人, 你才可以拿到美国的立场。 当然,你现在台湾人就可以有这个便利了,对吧,有这个,叫做什么呢? 有这个,叫做通幽洁净的吗? 这个机会你为什么要舍去呢? 你不管,不管你在台湾有多少万贯资产,你都可以卖掉嘛。 卖掉以后,到了美国,你重新职业。 你在台湾的损失,在美国一定能够补回来。 你在台湾损失了一期,一百万美金,你在美国在一百万美金,你买的东西一定比台湾要多得多。 这是我跟大家讲一个市场的比价问题,性价比的问题。 因为台湾的美国的资源丰富,房子也便宜。台湾的资源少,房子也贵。 所以说,三十六计,你自己去想,对吧? 既来之,则安之,你不愿意来,那你就留在那里,落叶归根也好。 中国人他是讲究这个落叶归根,另外一个安分,故土难离。 这个事情我们也不信,这个人各有选择,我们不去强求。 所以说,everything is dependent on you,就是这个事情选择是由你,choice is on you,就是这个选择全是在于你。 我们在这里,就拉开了一个中国大陆人和台湾人的相互对话,中国和美国相互竞争的一个历史的大幕,现实的大幕。 从现在开始,中美之间是一家,崛起的道路就有了全球性的坐标了。 怎么说呢?我们这个真正的大航海时代是从现在开始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现在,农民都在跑出去,到飞多去打工,去做国际公民,还娶五个老婆。 你看,在这五百年来,在人类现在化进程的大幕台上,相继出现了九个世界型大国。 他们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一个荷兰的小小的国家。 荷兰就像台湾一样大。 台湾人在台湾不可以建设一个。 现在台湾是中华民国台湾,你是台湾人,不可以成为。 但是你可以到美国来,开发一个地方,展示你一方风土的人理念思想文化。 这个是,从此打上台湾的繁体字的烙印也好,文化烙印也好。 另辟天地。 所以呢,作用一定比你原来在台湾的作用大。 我可以肯定地说,你的能量一定比在台湾的能量要大。 你在台湾没站起来,你到美国就站起来。 当然了,你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 你要,就是看你自己。 有这样的机会,有的人成功,大多数人能够走出来成功。 因为中国人是勤劳、勤奋。 另外用自己的文化和智慧、耐力、委屈求全。 经过自己的劳动,然后奋斗成一片天地来。 英国,后来全球不落,然后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 那法国的拿破仑,这个时候都先进去。 德国那个时候搞那个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搞那个二次世界大战,一直变成列强。 法国,俄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 大国兴衰更替的故事,留下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和经验教训。 今天也影响不会。 今天我们要总结什么? 我们要总结中国发展的道路。 我们要总结台湾人走出来发展的道路。 现在台湾一部分人在本宫大陆, 包括郭台银,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唐静塔园这样的一个。 他在解放大陆,他在用他那种欺骗炸乱手段, 但是用中国人大陆人的血汗、血泪, 现在在自己的高楼、厂房、基业。 但是你要合法呀。 你不合法,你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大陆现在有一个地方,说是惠台政策, 实际上老百姓的怨声载道。 你凭什么台湾人就是人上人呢? 凭什么香港人就是人上人呢? 凭什么他们要带享受那边的奖学金啊? 凭什么中国老百姓没有啊? 凭什么让他们给他们压土地啊? 这是中国人的怨声载道。 可是台湾人呢?他不觉得。他一说理所当然。 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说了。 所以讲。 我是台湾台主连运会的第一届会长。 我就完全知道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内幕怎么搞的? 你知道,在美国就没有这种事。 一般水章端平,讲的是人人平等,但是实际上也不平等。 也有种族歧视。黑人呢? 但是中国人在美国还不如黑人的地位。 因为中国人呢不敢去争取,不敢去争取自己的利益。 所以,另外一个,为什么中国人不敢? 因为力量也太小。 在美国华人的力量太小。 为什么我愿意来? 希望台湾人来越多越好。 不管是赤铜红绿、青男子。 你愿意来,你带着中华文化,带着中华文化。 DNA,那么就可以理解很多的东西。 有很多东西可以交流,很多东西可以沟通。 至少我讲的话,你们能听得懂。 尽管口音不完全低,是台湾的口音。 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口音,local language。 但是毕竟是我们的,思维方法是一样的。 我们的权衡利弊,汉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可是你这些跟美国人讲,他不懂。 你跟他讲东庸之道,他不懂。 你不要去出风头。 美国人对着,我平常不会出风头。 我知道暂时不一样的风采。 我越出的风头越大,说明我这个有魅力。 对吧? Amazing! 对吧? 所以,中国人枪打出风鸟。 美国人不行! 我就是出风鸟。 我不出风鸟,我都咽不下这口气。 我宁可为了出风鸟去死。 这就是两种直接关系。 所以,台湾人到了这里,毕竟是学。 咱们说的,你再大的怨气,我都能理解你。 你民进党你再怎么样的去搞什么东西, 你反共也好,你反中也好, 你最后你跳不出一个芭蕾。 你再不出一个芭蕾。 在这里,人家看过头来还是把你当中国人看。 你是民进党的也好,国民党的也好,大陆人也好, 你在一起活动中,人家都看着你是中国人。 连台湾人、日本人、越南人都认为他是中国人, 他分不出来的。 所以说,你到这里来, 归宗了,回到大家庭了。 回到中华民主,东都扶上印第安人的大家庭。 这是我的一个。 当然你的个人决策, 你个人有自己选择的机会。 但是我告诉你,千载良机不可错过。 在这个国家转变的时候, 在台湾罚统以后,过海驻军以后, 你有这样的机会,到美国来, 到日本去,或者到其他国家愿意收留你的地方去。 重新另拼西径。 你腾出来的地方, 对台湾后来的安定是有好处的。 你至少来讲,你心里是平衡的。 我走了。 我卷着我台湾的政治钱,我走了。 你平衡了。 你带着为天地利心,为生命利命的, 为自己的美国梦, 去抓住你的机会。 把握这个机会。 对吧? 我今天讲的,就到这里。 我把这个机会讲出来,我心里就宽了一点。 我告诉大家一个道理。 别着急。 对吧? 然后,把这个事情,你现在就要安排好。 实施务的,要打仗了。 要统一了。 你愿意走,愿意留,还是愿意走,走着打仗。 凡事都要有两手准备。 交出三窟了嘛。 你有了准备,你到时候就不慌了。 你也用不到去上战场。 战场上没有你这个说话的权利。 给他们军人去上战场。 给他们愿意蔡英文去上战场。 他们不死都不应该。 他们应该去死。 因为为了台湾,台湾人在台湾,他们应该去死。 他们不死,他们是脑子。 我今天就讲了,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我讲的就是,大家听得进去。 自己会立刻机。 对我,我们好来的。 谢谢啊。 我们要转过台湾的凭智方式。 我们要转过台湾. 着了。 搞了。 太辣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